大家好,三名乱港分子李志英,香港民主党的前主席杨森,工党的李卓人 涉及去年8月31日一宗非法集结案,违反了公安条例第245章第17条款 案件交由港岛总区重案组第三队跟进 他们在2月28日抓捕了李志英、杨森和李卓人 但是很快他们三个就被保释了,并且到5月5日到东区法院提堂 这里简单说一下,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大陆不同 大陆抓捕嫌疑人,在48小时之内如果找不到能够明确定罪的证据的话 他就要无条件释放的 如果在48小时内找到证据,或者说警方之前就有关键的证据的话 就把他送到看守所积押,然后警方把证据提交法院 法院判刑之后,要把从他抓那一天起的日期扣掉 简单举例吧,假如一个嫌疑人 警方抓他48小时之内找到证据,然后在看守所待了三年 最终法院判了四年,那他实际上只坐一年的牢 他之前在看守所待的那三年要抠掉的,要剪掉的 也包括积押他那48小时,都要抠掉的 那香港不同,香港是先抓人 警方搜集证据,然后保释 然后再到法院审判,法院判多少年 就是多少年,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 不过5月5日,提堂的东区法院,法官叫做钱里 这是一名非常黄的法官,而且是印度裔,是一名三哥 香港的法官里,三哥是比较多的,白人也比较多 总的来说,三哥和白人,黄的居多 这个钱里,非常明确是一个黄的 在香港法律上,从去年的612,我们也能够看到 以前老讲这个司法独立啊 说的这套司法多么公正,但目前来看 都是意识形态判案 法官本人的主观判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因为有无数的案例证明了 对吧,比如这个黄之锋啊 还有之前制造炸弹的 2000块就保释了,就出去了 后来也没判,认为此人可叫化 什么叫可叫化呀 包括之前 暴打这个大陆客的呀 还有很多的暴力犯罪活动啊 还有对警方使用暴力等等 要么就是无罪 理由就是可叫化啊 要么有罪也判得非常非常的轻啊 但是反过来 如果是另外一些事情 譬如更早的骑警察事件 警方的一些事情 哪怕明确的袭警也能判你有罪 包括一些蓝丝的事情等等 都能证明 香港的这套司法呀 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 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绑架了啊 司法的公正啊 目前来看也是一个效果 非常的可笑啊 司法公正不公正 就看这个法官是什么颜色的 一个黄司法官判了一个黄司 让他的罪行啊 得以免除或者是变得很轻 那他就认为法官是公正的呀 这是因为共同得力 那么再回到黎智英这个事情啊 重案组呢 出了七辆警车 出了不少人 应该对他非常的重视 但是也是香港的很多 这个法律细节吧 譬如警方案文零 他出来了 说我在做运动 然后我要去淋个狱 五分钟 警方不能阻止的 他要去离狱的 真的去淋了五分钟 但事实上肯定不是五分钟 要稍微长一些 如果他超过了五分钟 你不能去浴室 把他薅出来呀 这是人权呢 人家在里边洗澡 你能把人拽出来吗 可问题是这五分钟 能干很多的事情啊 毁灭关键证据啊 打电话通知同伙等等 五分钟能干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所以把这个黎智英啊 还有这个杨森和李卓人被抓 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啊 看香港的很多论坛留言 也都说今晚上要加三 大家都很高兴啊 包括在脸书上 不过对后续的审判结果呢 又不是那么特别乐观 但是不管怎么样 按照香港那套法律程序 能够把他抓了 把后来能给他送到法院去 这就是一大进步 但是我们看呀 这个抓他们的理由啊 其实如果从大陆这套法律来看 也挺扯淡 去年8月31日的一次非法集结案 太长了 这个反射湖太慢了 尤其是黎智英 他又涉及到一起对记者的恐吓案 这个案的时间更长了 一年多了 据这个记者说 对吧 当初被黎智英恐吓 那也去报了案了 也提法院了 但是始终没有结果 也不审理 他向法院先后询问了十多次啊 现在终于要给他个结果 要上庭了 也挺高兴 对吧 这也说明这个法律啊 完全是 这也说明这个法律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了 是非常的荒唐的 呃 其实黎智英呢 最近有一些不顺心的事 首先他在台湾的杂志收摊了 因为不挣钱 同时呢 他香港的苹果日报 最近也裁员啊 30人还是40人的 也说是收益在降低 呃 不能保本了 也在裁人啊 肯定啊 首先坑的就是这些记者 还有这些杂志的工作人员 尤其苹果日报 包括台湾的 这些记者都被把脑子洗坏了 对吧 已经缺乏正常的思维能力了 到了社会上 怎么办呢 如今工作丢了 能谋生吗 这是个大问题啊 但是啊 我看有人嘲笑黎智英 你不用嘲笑黎智英 他手下这些员工确实是断了生路了 但是黎智英没有 黎智英挣了大钱了 在台湾 黎智英在台湾的杂志啊 首先破坏了台湾的整个媒体的风向 变得格调非常低啊 把香港这个狗仔的风气带到台湾了 而且这个狗仔从娱乐圈 直接进入了政治圈 进入了市民的生活 进入了日常生活 把整个台湾的社会风气全搅乱了 虽然杂志挣了一些钱吧 但是啊 考虑到台湾的社会效益啊 那损失是巨大的 但对黎智英是无所谓的 因为他在台湾办这个杂志啊 最主要的目的或者最主要的收益吧 是房地产啊 他早期呢 就是房地产广告 很多广告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广告 还有软广告 如果我们经过以前房地产暴涨的时代 也应该知道 微博上等等会养了一堆的经济学家 天天鼓吹 对吧 丈母娘啊 这个那个 还有各种 制造社会焦虑的一些文章啊 等等 黎智英在台湾的杂志也是一样啊 给地产商做宣传 当然也有整版整版的广告啊 这是明着的 还有很多暗着的 还有很多在社会风气上 制造各种焦虑的 很多呀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味道吧 通过和地产商合作呢 他也赚了很多钱 后来在台湾啊 也炒鸡皮 也赚了很多的钱啊 那在香港更不用说了 除了炒鸡皮之外啊 还充当海外啊 尤其是美国啊 这些境外的反华势力的先锋 香港去年612以来的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和黎智英脱不了关系 他是幕后很大的一个大佬 尤其他旗下的那个新火同盟 是这些上街的这些 嗯 废青们吧 很大的一笔资金来源啊 以前说过啊 比如美国通过 他的益传媒的股票 美国买他的股票 他把股票 带在香港变现 通过这种合法的手段 但是呢 却把资金进行了转移 然后他再把这些资金啊 交到新火同盟上 还有通过其他的手段吧 直接交给这些废青的头目上等等 充当了美国反华的急前锋啊 嗯 而且在香港啊 进行了大量的洗黑钱啊 还有应该有一些毒品的生意啊 跟他也脱不开关系 应该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啊 也赚了很多的钱 再加上香港的这套司法呀 被意识形态被绑架 意识形态的背后呢 就是money吧 就是金钱啊 比如最近啊 香港一个大法官就抱怨啊 经济下滑 收入降低 不能活了 被一通骂 说他一月领好几十万呢 三十多万 打一起官司 那费用高得很啊 你都活不了了 老百姓怎么办啊 背后反映的东西就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的有意思 不管是法官也好 资本家也好 他要保证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很多底层的呀 尤其很多废青啊 住在很小的房子里 很多租房子 看连灯就能看出来 没什么钱 跟着大佬屁股后边吆喝 你们的利益能一致吗 黎智英本身就炒地皮的 他就是要通过地产来赚钱的啊 所以终究啊 都是一堆酒 他都是被人给忽悠了 但这个事情和台湾也离不开关系嘛 黎智英竟然在台湾炒地皮 这个地产呢 在台湾的政治上 也是一个巨大的黑机啊 所以今天台湾的陆委会 严重的警告 甚至呼吁港府啊 不要秋后算账 要保持克制 现在的情况要防疫优先 你这个台湾陆会 你也知道防疫优先啊 知道防疫优先之前香港这些废青们 砸了这个港府设置的集中隔离点 或者是集中治疗点 你们怎么不吱声呢 对吧 还放火烧了呢 咋不说要保持克制呢 现在抓了这个大蟑螂王 你们就要保持克制了 太不要脸了 而且只是拿疫情防疫 作为一种政治口号 作为一种政治操作的工具 但事实上根本就不重视防疫 他对防疫感什么兴趣啊 而且陆委会还拿香港人民如何如何 拉到 关心香港人民啊 你从去年612 台湾就少煽动点 少直接的介入 给香港人民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啊 这才是香港人民最大的收益啊 其实你从去年612来 香港的很多行业 尤其是旅游业啊 餐饮业受到巨大的打击 这次疫情呢 又是二轮打击 双重打击之下 香港很多啊 很多 尤其是中下层人吧 生活遇到了很多的困境的 你像肥老黎啊 这一类人 他是遇不到困境 撒了大量的钱啊 炒地皮办杂志 他是没有什么困境 他唯一的困境在法律上 不在经济上 但是广大香港人民啊 他的困境在经济上 肯定是有的啊 前两天发了一万港币 不到一万人民币啊 但是啊 但是啊 结合香港那个物价和收入水平 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呢 所以啊 对这些出卖香港人民啊 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的人 要严惩啊 但是目前对香港这套法律呢 至少目前没有太大的信心啊 但是能抓吧 就是一个进步啊 我觉得这个肥老黎啊 包括这个李卓人 李卓人简单说两句 这更资深了 大家了解一下六四就知道了 六四李卓人可是亲自来大陆的 带着钱来的 一千万港币啊 1989年一千万港币啊 那是多少钱呢 柴玲 沃尔开奇这些跟他都脱不了关系 早期就是他策动的 后来呢 呃 这些人 六四清场之后 对吧 这个李卓人也是深入一线 把这些人撤回去的 撤到香港了 然后又从香港 到世界各地的 包括海外民运这些人 尤其年纪大的啊 尤其是三十年前 亲自在广场的 或者亲自参与的 包括后来 生成自己参与的 譬如陈伯扣等等 都给李卓人脱不来干系的 他就是总策划了 从89到后来吧 整整的 这三十年啊 李卓人也一直充当 美国的间谍 充当美国的英权啊 一直冲在第一线 冲在反路反正的第一线 那么这些人终究要 受到历史的清算 但是清算他们呀 我觉得 呃 光判刑啊 是轻的啊 还要对他们的不法财产 进行清算 清查 没收 不过这也是一个奢望 目前先判刑吧 5月5日再说吧 目前很多都是猜测啊 只是我不是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不管怎么讲吧 我看一些人讲 看相应的论坛也讲啊 按理说 去年8月31日 这一场非法集结 抓黎智英 他们三个 你说有罪也有罪啊 按正常来说 这些大资本家 你想抓也挺难 背后有美帝 那么现在 既然能抓也是一个进步 那这个进步呢 和中央对香港啊 有一些强力的管制 是有关的 和夏宝龙 认知搞 曼主任也是有关的 呃 这就涉及到吧 如何处理香港的问题 以前大家老想啊 出动军队啊 解放军啊 直接抓人等等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办法 很多事情吧 要在无形当中 用一只无形的手 目前来看 这只无形的手 就是香港的法律啊 其实这个 潜礼的这个阿三法官呢 5月5日啊 对他来说 对这个皇室法官来来说 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如果真的靠意识形态啊 草草了岸的话 这个潜礼啊 也要顶着很大的压力 那么到时候会不会借此 掀了香港司法的盖子呢 也未必不可能 只不过彻底掀香港司法的盖子 那钱肯定不是这一件事情 那是要一步步的 再加上吧 黎智英李卓人 还有这个叫杨森的 他们身上的事情都很多 对吧 洗黑钱啊 间谍啊 这个那个的 一大堆 判过等等 在5月5日之前 相信吧 警方会搜集更多的证据的 我想警方出动这么大的动作 譬如是港岛警区重案组 去抓个李卓人就7个警车 那很多人呢 而且是重案组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 一个非法集结 因为这个非法集结这个罪啊 不大不大啊 再说非法集结涉及到那么多人 谁组织的 谁策划的等等 你真正具体摊到他们三个身上 多大个神啊 没多大个神 对吧 不会出动这么大的力量 不会杀鸡 咽用攒牛刀的 那好 这期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